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ip 見到背景又山又水,以為我又行山 你們又錯了 今次這條影片是做我之前 全部影片都未試過的東西 是甚麼呢? 就是試車 這次有幸的朋友借了一部MG的MG5出來 去試試 當然有這樣的機會 我一定要衝出來試試 看看它的內部設計 究竟合不合我這些預算不高 但要求很多人 因為近期我剛做了爸爸 有時跟小朋友出街 又要帶嬰兒車,又要帶奶粉袋 又要帶我自己的相機袋 有時拿的東西都相當多 但工作和交工工具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一直都想考慮買一部電車做代步 但大家都知道電車之前 一向都是Tesla、Benz 價錢相對較貴,超過30萬以上 其實我的預算只是30萬以下 而剛好這部售價 以一換一來說是23.9萬 我也想試試坐下 看看這部車的感覺 駕駛上來的操控性是怎樣 之後我們要找個地方拍下 再給大家看看內部設計是怎樣 所以現在先不說那麼多 馬上出發,試試這部車 好,說這麼快我已經跳上車做成效了 為何呢? 始終我這些床牌,又不是經常駕駛車的 試車的工順力或感受又不是真的好 所以就找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來 幫我試試這部車 說一說他駕駛上來的感覺是怎樣 而你的朋友就是紅刺人 大家好,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紅刺人上旅行就找到 有很多旅行、飲食、Tesla 車 我拍了三十多條 有甚麼想問,立即問 首先我想問一問 以你一個Tesla 的車主 駕駛上去這部車 其實你覺得操控性 會不會真的欠得太大 因為我作為一個Tesla Model 3 的車主 若果他跟他相比,就有少不公道 第一,因為需要Tesla Model 3 的那班 我很明顯是兩班的客戶群 我自己駕駛後覺得這部車的操控 是合適一些剛從油車轉為電車的朋友 有一次我之前有些uncle 可能坐在電車上 其實他不是太舒服 因為他突然間的力量是很猛的 可能他需要一個過渡期 他不需要太大 突如其來的馬力 其實這部車是恰到好處 我以性價比來說 剛才我所說這部車只有一換一都是 二十三萬多、二十四萬左右 是否真的CP值很高呢 我自己覺得CP值是偏高的 當然,他有部份的用料可能會有不同 但在操控性上你是需要一輛 我想剛入門級的電動車來試試 這個體驗的話 其實是合適的 之前都聽過這部車 現在已經被國內收購了 會不會安全性亦會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其實很多人擔心 國內和外國做的事 第一,很擔心電池 現在大部份的電動車都幾多 其實國內甚至乎是同一間廠 我知道的就是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這間廠去做的 它有供應給Benz,也有供應給Tesla 所以它亦有供應給MC這部車 所以在電池方面 其實安全隱患已經降低了很多很多 現在國內大家都知道 有很大的情況 它做車的技術 甚至乎比美國製的車還要好 大家現在都理解了很多 和清楚了很多 到了我們下一個目的地放下車的時間 我就和大家去看看車的內隱整個設計是怎樣 現在找位置下一個車 先看尾箱 因為我剛才都說了 尾箱是我最著重的一件事 尾箱有多大呢 很難去說 我現在這樣坐下去 就算這樣放在這裏 我都還有位置做 要放一個BB車 放幾個背包 甚至放兩個大行李箱 都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相當足夠用的 對於我來說 就算真的不夠 前面兩個後座的座位可以反過來 反過來又可以再多些空間 又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其次就是要坐在這裏的感覺 坐進去之後 我自己身高1,6,8左右 看來我現在坐在這裏 我的腳這個位置 這裏 因為平時其他私家車的A 柱位 我覺得會擋了我很多視線 但這部車的A 柱位我覺得做得不錯 因為不是阻礙我太多視線 我可以找到比較多的空間 其實現在很多車 很多都有電子鍵 反而沒有實體鍵 但冷氣位這些位置 它用這些實體鍵去扭大小 我覺得非常好 其次的就是駕駛上去的軚盤 駕駛上去不錯 剛才紅刺人也說了 是相當不錯的這部車 好,這次這條影片到這裏為止 希望下次拍片的時間 我已經擁有這部是我自己的車 好,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